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事故的相关情况 今天凌晨的2点35分左右 在黑龙江隋家县香兰站至汤园站间 311公里598米处道口 一辆运煤卡车抢越道口 与哈尔滨开往双崖山的4137次旅客列车相撞 事故发生时 道口值班人员已经将道口封闭 一辆运煤卡车沿道口由北向南方向行驶 此时4137次旅客列车由东向西方向驶来 火车头部和货车尾部发生了剧烈碰撞 在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导致货车尾部甩向一侧横在火车道口中间 原本三排车轮的卡车只剩下了两排车轮的残骸 距离货车车身10米以外的地方 还可以找到车身的零部件 货车上的煤也散落了离地 目前事故造成一名火车司机死亡 两名火车司机受伤 在4137次列车紧急制动过程当中 火车车头受损严重 造成8名旅客因碰撞受轻伤 其中有3名旅客已经在加姆斯站下车 并送往医院救治 据当地公安民警介绍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货车司机下车将已经封闭的道口安全杆抬起 强行通过道口导致悲剧的发生 货车司机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这一区段的列车运行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一区段的列车